很簡單嘛 他就在選前的時候 因為阿伯號稱 理性科學務實 所以他打從著就說 大家相信他是一個老實人 所以他就把這個 民調在最後封關的時候 打上馬賽克 告訴大家 只有我是真的 我老二 我是老二 結果一開完票 小草為什麼會激動 原來就是一開完票的時候 解馬嚇一跳 老三 沒有穿褲子 而且不是老二 怎麼能接受呢 選民怎麼能接受呢 對不對 太過衝擊了吧 衝擊到連愛麗莎莎 都出來喊說 作票 這可能是作票 很多小草開始吵起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佩琪 你要知道我們 問天 靠的都是女人 所以這個佩琪 其實就是首先要幫柯文哲擦屁股 因為柯文哲褲子還沒穿上 然後在柯文哲出來 見大家之前先幫他擦個屁股 所以你說他寫那一篇 跟侯友宜有關係的事 是在鋪陳這個 對你有看到第一個 他說什麼 他特別提出14%的事情 這個佩琪在這篇文章上面 提出14%這件事情 然後他在中間的段落 又說了什麼 除了XXX打電話給他之外的廢話之外 然後他寫了一段說 100萬票這件事 要不是你們怎麼樣怎麼樣 不然我們怎麼會 少了100萬票這樣的事情 你看他有講到這件事 最後他又扣回 關於這個民調 所以你要知道他想要責怪誰 他想要就是責怪國民黨 他只是很隱晦的 不像林濤這麼直接 說黃珊珊你要負責 他沒有這麼直接 他用XXX 你看柯佳人特別愛上馬賽克 用XXX打電話來這樣 所以他一直想要解釋什麼 想要解釋就是告訴各位說 我們沒有輸 輸的原因都在別人上面 黃國昌他有開直播 講解過民調這件事情 他說其實問題出在哪 問題不出在我們的民調 是不是老二老三 問題是出在年輕人的投票率 沒有85% 跟我們預想的差很多 年輕人的投票率要到85% 他才會翻轉 那他的加權就有問題 哪有民調這樣加權 因為過往有史以來 我們的投票率七成四那一次是 七成四好像快多久吧 我記得總統有一次是七成 接近八成 但是沒有超過八成過 但是那是古早 那是古早時代的事情 正義界小英 年輕人投票率是66% 對 已經算很高了 也沒有你說85%怎麼可能 那重點來了 重點整個黨 就把風向帶到哪裡去 就說未來我們要推動不記名投票 不在即投票 不在即投票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黃珊珊說的 黃珊珊就是說 是不是這個驗票過程中有些瑕疵 我們要有公道 還是要找回公道 諸如此類的 那這個證明是什麼 例如189萬票 你還要在那邊說什麼監票沒公道 180 我們如果用超票來想像好了 189就是多大一攤你知道嗎 他還可以操作這個 但是我要說實話 我對柯文哲那個老二還是他老三 我一點都不在乎 但是我只在乎是什麼 因為他很習慣 嗆人家嗆得特別大聲 對 他罵所有的媒體 他也罵所有的民調公司不精準 問題有趣的是什麼 所有的媒體 我包含說也有其他的媒體 精準度 因為誤差值是0.5%以下的 確實有這樣的媒體 三例也是低於5%以下誤差值 偏偏柯文哲的那一個 15%以上 還有什麼 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 他還特別強調街頭民調 街頭民調才是一個 毫無科學依據的民調 被燒掉的木炭 對 你還願意跟他選前開直播 說你們木炭這個很準 怎麼會這樣 還有另外一個 黃珊珊特別貼出來說 跟我們黨內民調非常接近的民調 是什麼 有一個叫什麼Quick Quickick Quickick 對 我跟你講 我只能說他們的數學非常好 命中率100% 特別誤差值最高的就這三家 你科文哲如果你說 你要批評美麗島 我覺得是一回事 美麗島又不是我嗨的 我姓吳不當 我不是吳子佳 重點是 你對於其他的民調 你對於其他人的科學依據 你毫無尊重 並且你還讓這些年輕人 隨意去出征媒體人 我覺得這個最可惡 好 因為剛剛Grace講的這個部分 我手頭網友很認真地整理了這一個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下載下來 我們昨天也有講過 聯合TPBS瘋灘 臺灣民意基金會匯流三例 零傳媒中華亞太精英 是讓他認為比較準的 他用這個特殊的顏色框起來 繼續往下這幾個 我算到這邊是 因為這幾個算起來都還是 柯文哲是老三 包括正傳媒ETtoday 跟國民黨的內參 阿布里克往下走 就有一點亂流了 尤其是剛剛Grace點的 Quickseek 民眾黨的內參民調 還有木炭民調 都是落差蠻遠的 木炭民調已經做到是 柯文哲是三十五點九三 然後快追上賴清德了 然後Quickseek做三十二點五五 民眾黨內參民調做到三十三點四二 都是非常不準對不對 這個趙少康也是等於回去上班 因為他本來就是媒體人 本來就是翻江倒海了 所以要回歸他的這個本業 不過我覺得這場選舉選完之後 還有這麼多的怪現象 我是很納悶 第一次看到說有第三名的陣營 在喊說有做票 這個很奇怪 因為通常是如果你第二名 輸一點點 譬如說只差兩三千票 那很嚴重對不對 第三名差幾百萬票 你再說有做票 189萬票 這是一個怪現象 另外怪現象就是說 怎麼會有第二名的 跳出來喊說 氣飽發酵了 我被氣了 所以我才會第二名 這個很奇怪 你是第二名 你可不可以尊重一下 我覺得趙少康選完了 你要尊重一下侯友宜的努力 你應該要尊重侯友宜了 人家侯友宜 其實很有風度 對 敗選馬上先恭喜當選的人 然後也有打電話 又跟柯文哲致議 只是柯文哲沒有接 那現在我們看到說侯友宜 他一肩扛下這個敗選的責任 甚至人家說叫朱立倫下台 侯友宜還講說 那是他一個人的責任 我覺得這風度很好 趙少康立倫 別再說什麼第三名 害你第二名落選 你不看靠的對不對 我覺得我自己也是選輸的人 選輸我們就承認自己不夠努力 承認說自己還有做不夠好的地方 接受選民選擇 這樣就算了 這樣就算了 我是覺得 你說你不夠努力 我覺得 我個人 我的團隊都很努力 我感覺不行這樣說 因為你最後是做了幾天的 那個24小時直播 對不對 九天 對 而且我看到有一個 應該是許美華 他說不是你們不夠努力 是因為那個大盤的結構 阿苗其實後來也想出了一個 新的一個戰法 只是很可惜 那個鐵拌 那個鐵窗沒有辦法攻破 我們是覺得蠻可惜的 大家給我這個溫暖 我真的都很感動 但是我作為候選人 我覺得候選人 有一個基本的責任 就是說我們要先安慰自己的支持者 我們不可以讓我們的錢吃 吃也吃不下飯 睡也睡不著覺 每天都很難過 而且最糟糕的是 萬一還開始懷疑台灣的民主制度 懷疑台灣的選舉公不公正 我覺得我們如果說有心要做政治的話 要做一個政治家 你必須要讓你的支持者相信民主 所以為什麼我會對於柯文哲 他選完之後一路到現在 包括黃珊珊 昨天PO文還在暗示說什麼 已經把相關的市政都送出了 說什麼開票過程有問題 有問題我們就要什麼 你是競選總幹事 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的應該是 你要跟你的支持者解釋說 為什麼你的民調 別人9家做出來你都是老3 只有你獨家說你自己第二名 你都會說別人有問題 你自己的問題 有沒有跟支持者解釋一下 其實說真的選前 大家為了撞聲勢 都各種的表態 我覺得這都可以理解 問題是你柯文哲為什麼選前 你要嗆這麼大聲 對 說別人都是假民調 我要讓你們看到 我要讓大家看到你們 什麼人沒成功 選完之後 自己灰頭土臉的時候 還要來怪說 是小草沒有出來投票害你輸 我覺得這不對 因為我看到了柯文哲的小草 已經很努力了 每個人頭上畫一根草 然後叫你造勢他也去了 叫你出來也轉化成路戰了 然後叫你在網路上要PO文也都PO了 現在變成你柯文哲在說 是你們沒有投到85%出門 才害我民調不准 所以說你們沒有投到100%害我嗎 這是一個非常推卸責任的說實 說真的 有沒有假民調 每一家我相信 那九家媒體 從美麗島一直到領船 每那九家所有的 包括柯文哲 電話一定都有打 電話一定都有打 不可能沒打電話 電話都有打 對 每一個人都有食材 食材都有去買 問題是你料理的手法不同 有些中式料理 西式料理 然後有些是這個加調味料 料理手法不同 你說料理就是後來他這個加權 加權的算 因為那個其實是民調專家 自己會去研究說 我現在樣本數是到這裡的時候 我要怎麼加權 對不對 民調的本事跟奧秘就在加權 民調準不準 不是看你電話會不會打 電話誰都會打 只要你隨機打就好啦 本事在你加權的時候 抓根母體的那個接近度 是如何 如果說今天有一家 任何一家民調 不是只講柯文哲這幾家 任何一家民調 他設定說 我加權 我是假設 年輕族群會投票 投到85% 我跟你講 這一家加權算 你看都不用看 直接丟到垃圾桶 詐騙集團 違反之間法則 台灣全年齡層的投票率 都不成達到85% 對 投票率偏低的年輕人 你還要他達到85% 哥哥什麼 先射箭再畫吧 他一定是射了一個 要把柯文哲做高的目標 你才有可能設計出 假設年輕人 投票85%的這種加權法 這個一點都不科學 不理性 也不務實 你這個東西叫做 吹哨壯膽用 既然你吹哨壯膽 你就不要拿出來 嗆賭其他家 你拿出來跟你的支持者說 其他家雖然做我們第三 但我們有做出一家第二的 請支持者堅定信心 這樣就好了 你還去加碼說別人都假 那現在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 反彈到你身上 那我覺得以柯文哲來講 其實他主打科學理性務實 這時候他大可以 跟他的支持者講說什麼 我們加權的方式有問題 下一次再精進 下一次我們會再研究出 更科學的加權方法 讓我們民調更準 請大家持續支持我們 這樣就算了 你如果昨天跳出來說 美麗島怎麼都怎麼 我告訴你 美麗島 柯文哲你說 他做你14%把你做低對不對 我跟大家報告 美麗島選前做賴清德30% 最後賴清德幾% 40% 難道賴清德要跳出來說 美麗島怎麼幫我做低 結果侯友宜又出來 侯友宜說 美麗島你選前幫我做27% 我投出來36% 你也幫我做低 結果你發現美麗島 把三家都做低 三主都做低 為什麼 吃飽沒事 不是 是因為做民調的時候 他有一個區塊 第四區塊叫做 還沒決定選不出來 那叫第四區塊 可是真正投票的時候 不會有這第四區塊 所以三家都一定會變高 三主都會變高 這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結果你柯文哲 竟然出來跟你的支持者說 你看他做14% 但我出來27% 他有問題 這是不科學不理性不務實 我再次強調 政治人物 你要怎麼跟其他人做競爭都可以 本來嘛 大家不同黨派競爭天經地義 可是不要欺騙你自己的支持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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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